拿著履歷變化手機 尋找各個工作機會 蘇同學就讀台大政治系 下個月就要畢業 疫情衝擊下 不但畢業典禮面臨取消 就連畢業後的工作也不樂觀 現在是五年級了 然後今年畢業 然後我想要 就是我想要往一些 譬如說活動主持啊 節目主持啊 這方面媒體產業相關 去找我的工作 但因為今年剛好 這個又加上疫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持工作 又難上加難 頂著台大光環 卻敵不過疫情危機 成為近十年來最失落的一代 原本規劃想找活動主持等工作 但疫情造成不景氣 企業幾乎全面緊縮人力 根據人力銀行統計 截至四月 全職工作機會約有48.8萬個 比去年同期減少7% 到年後轉職潮的這個地研的關係 經過了這四個多月 開始這個目前的職缺的開立 其實也逐漸的都恢復正常了 確實也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在薪資的部分呢 也微幅的下滑了 大學生而言的話 也雖然不到28.8萬 也接近28.8萬 工作機會少 起薪更可能縮水 雖然大環境不景氣 建議新鮮人畢業前就超前部署 提早找工作 我碩士的話 我們LAP是都在做機器學習 隔著電腦螢幕回答面試官的問題 台中市政府與大學合作 舉辦全台首場視訊就業博覽會 共34家企業釋出約1600個就業機會 第一次透過視訊的面試 跟大家來進行招募 是一個蠻新穎的招募方法 可以直接避免到人跟人直接的接觸 面對面的沒有差很多 嗯 為什麼 我覺得還是會緊張欸 就是因為就剛才說的嘛 就其實沒有差很多 所以其實還是會緊張 防疫期間靠著科技輔助 增加工作媒合的機會 勞動部也規劃安穩青年就業計劃 目標輔導6萬名年輕人就業 讓今年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找工作受到的衝擊 減到最低 環宇新聞紅石城林靜庭林凱倫 台北台中報道